结婚新人聚集会场上新郎单膝下跪向新娘求婚 感性的说出爱情宣言要将美姜娘娶回家 电信龙头带头冲刺结婚旅举办集团员工结婚 72对新人齐聚闪耀满满的幸福光芒 场面盛大隆重 由电信企业大家长郑优担任整婚人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鼓励我们的同仁 早一点能够有适合的对象 能够早一点结婚 而且希望他们早点为国家的生育力的提升 能够贡献一份力量 企业为员工打造婚礼 参与员工人生的重要阶段 让企业有更多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新人代表林后与太太陈嘉伦 分享两人是在员工联谊会结缘并相爱 相约参加这场梦幻婚礼 其实我跟太太嘉伦 本来是不打算办喜宴 那就是只有登记结婚这样 那不过我相信她其实还是想要走上红毯 然后接受大家的祝福 所以有这场集团结婚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把我们把握机会 然后就给她一个盛大特别的婚礼 他们也三十几了嘛 那我想说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这样 日子就把我们挑好了 那整个事情都把我们筹备好了 那我们就觉得工作忙碌之余 就可以把这个人生的大事把它完成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公司给我们的福利 我真的是太谢谢公司跟福利会 今天主办这个集团结婚 该电信业者多次获选为幸福企业 为了帮助员工实现美满家庭的梦想 业者延续集团结婚传统 历年来促成408对家欧 催生超过500位电信宝宝 打造充满幸福感的企业文化 期盼创造更多的良缘佳化 主要社记者黄大为 温宇峻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